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今天是圣神降临节 在生活中做决定时 你是否呼求圣神的带领 让今天六月五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护卫者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十四章 第十五至十六 第二十三至二十六节 耶稣对门徒说 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我也要求父 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谁爱我 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 那不爱我的 就不遵守我的话 你们所听到的话 并不是我的 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 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 但那护卫者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 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 也要使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今天 我们庆祝圣神降临节 圣神是天主赐予耶稣最宝贵的礼物 同样 天主圣神也在各世代 不断推动教会 也带领每一个教友 活出天主爱子 爱女的真面貌 然而 多时 教友们对天父和耶稣都不陌生 但对于圣神 我们却不熟悉 这是因为 透过我们对自己的父亲及兄长 或朋友的经验 我们比较容易和天父连结 体悟他们对我们的爱 然而 在圣经中 圣神却常以鸽子 火焰 威风等形象出现 让我们不知如何与他相处 今天 耶稣要告诉我们有关圣神 两个很重要的讯息 第一 圣神和爱 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 圣神是天父为我们派来的 护卫者 福音中 耶稣多次提到爱 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谁爱我 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那不爱我的 就不遵守我的话 耶稣知道 我们的生活需要被对天主的爱主导 才能真正活出意义和幸福 而圣神就是圣父和圣子之间最纯 最有力量的爱 我们身为天主的肖像 也都有这样爱的能力 等待着被启发 只是 光靠我们自己有限的智慧 我们常搞不清楚 什么是真正的爱 什么是虚假的爱 为此 圣神也是我们的护卫者 常常同我们在一起 教导我们如何在生命中 做明智的决定 总是选择天主 因此 如果你今天意识到 自己需要圣神的带领 就轻声呼唤一声 圣神请来 祂便立即到你身边 期待聆听你的分享 请品尝圣盐 我也要求父 祂必会赐给你们 另一位护卫者 使祂永远与你们同在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盐 今天 锻炼自己有意识地 去呼唤圣神 并静下心 留意爱的迹象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亲爱的圣神 我虽不熟悉你 但我相信 你早已认识我 时时时护卫着我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 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常常呼唤圣神 让祂教导我们真正的爱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